不得不说很小时的运动还是有点东西的 大家看我现在的腰腹部 左边画面是我之前 嗨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套我经常做的瘦腰腹运动 大家知道我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 所以我的腰腹部都能瘦下来的话 你都更加没有问题 这套运动每天8分钟 不但可以收获平坦的腹部和宣细的腰部 还能加强腰腹部肌肉的力量 来维持良好的体态 并减少腰背部的不适 好的 那么就来开始今天的运动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站立侧抬腿的动作 动作要点是腿抬起时上半身要尽量保持稳定 这就需要我们目击核心腰腹部发力 配合着腿一起来完成的动作 腿往侧面抬起的越高 上半身越稳 受腰腹的效果就越好 这个动作是相当于热身 也是对我们腹部和核心肌肉的一个很好的激活 注意腿往外抬起时 嘴巴要用力往外呼气并收紧核心 腿落下时鼻子往里吸气 核心放松还原 好的 我们再来做一个交叉手碰脚的动作 手脚相处时腹部内收发力 嘴巴往外呼气 腿落下时鼻子往里吸气 足复还原动作要点是腿要伸直并尽可能的往鞋内侧抬高去碰触对侧手 同时身体保持稳定 这就需要腰腹部以及站立腿的臀腿和足底都要一起发力 我们做动作的时候脑子里要一直想着这些动作要点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目击这些肌肉来完成动作 那你的腰腹部就会得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就会瘦得更快 运动时思想和肌肉的这一种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会让你事半功倍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换到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 腿抬起时嘴巴往外呼气核心目击 腿落下时鼻子吸气核心放松 腿抬起时你要能感觉到你腰腹部这一块是在发力的 尤其是腹部 这里要一起发力来带动腿把它抬得更高 想要瘦腰腹 最最重要的就是腰腹部肌肉的激活和唤醒 它有力了之后就像一个天然的疏腰那样 会把我们的腰给收得很细 好的 大家做得非常好 我们休息一下 准备做下一个动作 单腿粘力 另一侧的手抬起至与你的胯起高 然后用你的膝盖去碰住你的手掌 注意腿抬起时要用力来保持身体的稳定 腿落下时也要尽量让脚尖不要碰触到地面 这样就可以对我们身体的稳定性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也就会更好地来刺激腰腹部 臀部 腿和足底的发力 会有更好的锻炼效果 腿抬起时嘴巴往外呼气 腿落下时鼻子往里吸气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换到另一侧来做相同的动作 这个动作你可能看着我做得很慢 觉得很简单 其实这个动作是越做得慢越累 越有效果 因为我们缓慢地做的时候 完成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靠肌肉本身的收缩和放松来完成的 相反如果你做得很快的话 动作是靠腿的摆动的惯性来完成的 是起不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的 所以我们要慢慢地做 把动作做到位 好的 大家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深蹲 将一侧的脚后跟抬离地面 做深蹲脉冲 这个动作看似是锻炼臀腿 其实它对于我们腰腹部核心 有着非常好的锻炼效果 之前有收到很多朋友留言说 自己在做提脚后跟的这类动作是很容易抽筋酸痛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足底肌肉过于紧张 可以经常踩筋膜球放松一下脚底 第二是可能缺钙 大家可以通过饮食或者钙片进行补充 好的 我们再换到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 脚后跟往上抬起时动作缓慢一些 可以很好地避免抽筋 注意膝盖要对起脚尖不要内扣 这样可以保护膝盖 好的 这个动作结束 大家就非常棒 接下来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动作 勾脚尖上抬腿 动作要点有第一勾脚尖 第二腿伸直 第三腰腹发力 来带动腿让它在体前尽可能地抬高 腿抬起时 嘴巴往外呼气 腹部内收发力 腿落下时 鼻子往里吸气 放松还原 getting hot feeling low and it's out of your control you should know that I won't leave you I'll stay beside you I'll never let you go you've been lost and alone in the city lights I know but I will guide you home 这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三个动作 快完成了 大家加油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再来做一个体肿深蹲 这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二个动作 很快就要结束了 大家坚持住 脚后跟尽可能远地抬离地面 保持一个静态的深蹲 这个蹲的深度 大家自己来掌控就好 觉得累你就蹲得浅一些 还有力气呢 你就蹲得深一些 这个动作除了锻炼臀腿之外 它也可以很好地 刺激到我们核心的深层肌肉 激活我们的天然束腰 来让我们的腰腹变得纤细 同时它也能很好地提高心率 更好地燃烧脂肪 好的 大家都非常棒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了 交叉手出脚 动作要点依旧是腹部发力 来带动腿尽可能地抬高 身体要保持稳定 腿要伸直一些 勾脚尖 这是一个受腰腹的非常好的动作 腿抬起时 嘴巴往外呼气 腿落下时 鼻子往里吸气 今天这道运动应该还可以吧 你有觉得很累吗 还有几秒钟就结束了 大家坚持住啊 加油 好的 运动结束 我们再来做一下拉伸 首先来拉伸一下腿部 双手勾住脚尖 上半身 尽量往下压 脚尖用力勾向小腿的方向 你会感觉到小腿后侧的拉伸感 运动会导致肌肉紧张和收缩 进行拉伸 拉伸可以放松肌肉 有助于恢复它正常的状态 好的 换到另一条腿 同样方法进行拉伸 注意拉伸力度不要过猛 不然肌肉容易应激 更紧张 甚至抽筋 好 我们再来这样双手 尽量去勾住自己的双脚 进行拉伸 你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大程度就可以了 有拉伸感就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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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就是今天的运动了 大家都非常棒 只要每天能坚持做一次 并注意一下健康合理的饮食 一到两周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Bye